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利用shuffle service进行缓存 此时下游会通过网络传输来读取shuffle数据 读完了之后它会对shuffle数据进行一个解压缩 那通过这张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 shuffle的开销可以分为三个比较大的部分 一个是压缩解压 第二个是disk 就是读写disk 第三个的话是网络IO 我从线上拉了一个shuffle比较重的case 可以看到这个shuffle read的时间占比超过90% 这边可能有点失真 大概有25分钟 在这个stage当中它的时间占比 这样绝大多数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shuffle给优化掉 那么这个stage的端到端时间会有一个大幅的减少 除了耗时比较严重的话 其实shuffle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问题 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它会发生fetch field 然后会导致stage重逝 从而对资源造成一个浪费 然后发生这个fetch field的原因呢 通常是因为shuffle文件丢失啊 或者网络超时 那下面这个case可以看到 这个stage应该是stage2 它已经处理了一个t的数据 因为发生了fetch field 它又得重新再去运行 重新再去跑 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会把本地磁盘写爆 就如果你的shuffle数据很多 或者这个节点上 被大家写的shuffle数据很多的话 这个磁盘就被写爆了 那单个任务来说它会失败 这个节点上的其他任务也会失败 所以就导致了shuffle的 就导致任务的不稳定心增加了嘛 第三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呢 是慢节点问题 这个也会导致任务端到端时间 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这个原因通常是因为网络比较拥塞 或者集群的负载过高 我们呢有两个指标可以对它进行观测 第一个是shuffle read block time 这个指标说的意思含义就是 从我发起shuffle read 到我真正读到第一个byte中间被block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指标的话是我们场内定义的一个指标 就是最慢shuffle节点 它是怎么定位这些慢节点呢 就是shuffle它是按照block来 从上游去拉这个数据的 那我们就对读单个block的时间做了一个统计 如果这个block的时间超过了我们给定的运值 我们就判定它的这个对应的远端节点是一个慢节点 通常这个shuffle plug在线上是48兆 我们给的那个预值呢 我们给的预值呢是10秒 如果检测到慢节点的话 我们会对那个shuffle节点进行一个下限啊 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做一个调整 使它的那个负载降下来 那再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shuffle它本身是一个非CPU密集型的 如果shuffle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对CPU资源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浪费 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线上任务 它shuffle了大概是100多T 160多T的数据 那对应的这个黄色框中 它的CPU的利用率甚至不足20% 对CPU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浪费 那为了避免前述提到种种shuffle的问题 我们就通过主要通过两大技术来进行优化 第一个是利用bucket来去避免shuffle 那如果不发生shuffle 那自然就没有对应的问题了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必须要shuffle的话 我们尝试用更先进的压缩算法 来减少必要的shuffle数据 那bucket的优化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这边我们对基于社区的bucket优化之上呢 我们做了一些增强的功能 第一个是与high bucket进行对齐 那spark写bucket表之前 写bucket表它是比较粗放的 就是我任务执行完直接写表就OK了 那这就导致在一个map task当中 它可能同时存在多个bucket的数据 所以在写的时候 一个map task它可能写多个文件 那其实对应的就是单个bucket 它可能有很多文件 比方说bucket0 它可能对应很多很多的文件 而在hive当中 它一个bucket一定是对应一个文件的 那是因为他们在写bucket表 会引入一次reduce 或者说限制的过程 那我们就对齐hive的实现 在写bucket表的时候 也引入一次限界 同时我们将这个hive函数呢 也改成hivehive 那对齐的好处呢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可以避免小文件问题 我们知道大家在跑自己spark任务的时候 为了让任务跑得更快 通常这个并行度会调得比较高 一千一两千都是比较常见的 那如果bucket表的 bucket的数目在稍微一大的话 比方说五百 细细变变五百 就干到了十万多的小文件了 所以这个小文件问题比较明显 因此我们跟hive对齐来避免这个问题 第二个的话就是 相信很多大厂也都是从hive引擎 迁到spark引擎 那这样我们对齐完了之后呢 这些线上存量的bucket表 它的bucket信息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我们做的第二个增强是 写bucket的时候的消除下谱 这个其实是针对第一个优化而言的 第一个优化说我们写bucket表 要引入一次一个限界 对吧 然后我们发现呢 对于这样一些算子 像join啊 groupby啊 或者是window啊 我们发现这些算子 它的输出呢 当然如果它们的key 跟这个bucketkey是一致的话 它们的算子的输出 其实已经和那个bucket的分布一致了 所以对于这些算子 如果在最后写数据之前 是这些算子 这些一个限界都可以被消除掉 那好处很明显 就是我们写bucket表的时候 没有额外的开销了 那接下来一个增强功能呢 就是支持分区级别的bucket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支持 就是扩展DDL 支持修改bucket的属性 那比方说 一开始我们定义了一张数仓表 叫TBL 我往里面写了一些数据 写了一些分区的数据 然后在中途呢 我想对这个表 或者任务做一些优化 然后就可以用我们扩展的 扩展的DDL 去将这张表改成一张bucket的表 那同时改完bucket表 我们不需要用户去回溯历史数据 就不需要整张表都是bucket 那这样呢 也有利于我们去推广bucket的这个特性 而同时为了应对数据增长呢 我们又支持用户将这个bucket的定义进一步修改 比方说你的数据量增加了 你一开始定义的bucket的这个number是2 你现在可以就是增加bucket的数 来调整那个并行度 那在接下来的优化呢 我们做了一个叫bucketunion的优化 那我们简单来看这个执行计划 在最左边我们读了两张表 一张是bucket的表 然后另外一张是非bucket的表 对他们进行union之后 再做一次groupby 这个groupby的key呢 是那个bucket的key 那其实我们就想 这个bucket它既然已经满足了 它groupby的这个required distribution了 我们能不能把这部分数据的shuffle给省掉呢 那因此我们就开发了一个规则 叫exchange pushdown 就将union之后的这个exchange 给下推到union之前来做 那下推到前面来 我们看到这个te表 其实它已经满足分布了 所以这个exchange自然就可以被消除掉 而对于t2表来说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次exchange 那对于这个union的两个subplan 经过这个exchange之后 它们的分布保持一致了 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的分布信息 给寄到这个union上 在社区当中 这个union的分布信息 其实是一个unload的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为没有 那在做了这个exchange pushdown用化之后呢 因为这个union的分布已知了 并且符合了这个下游groupby的算子的required distribution 所以也就在做groupby之前 也就不需要再进行exchange了 那好处也很明显 就是我们可以至少减少union一个subplan 它的数据的exchange的开销 那前面都是介绍就是对bucket做的一些自适应的优化 那我们也尝试就是在线上去系统性的挖掘 适用于修改bucket的场景 首先呢我们做了一些信息收集的工作 主要是收集这三类算子它的信息 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它们的key是什么 第二个是这三类算子 它引起了一个限界的data size data size是多大 那么收集完了之后 我们需要对这样一些表去改造成bucket 然后来消除掉一个限界 那么怎么改呢 一个问题就是 我如果想把这张表改成bucket的表 那么我选哪些列去改成 去当做bucket的列呢 那么我们的原则就是利用贪心的算法去改 就是选的那些列 它能在整一个链路中消除掉 最多的一个限界的数据 就选这些列作为表的bucket的列 那通过前面的挖掘 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线上场景 就是ODS场景 这个ODS场景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讲的就是将MySQL当中的数据 给Dumb到Hive当中做分析 那我们就结合这个执行计划来说吧 就是那个 它会有一张存量表HT HT存的是全量数据 然后是一张分区表 然后还有一个增量表 这个增量表呢 就是每天由binlog解析出来的 一些数据的更新 然后它要得到今天全量数据 它就需要拿昨天的全量表分区 和今天的增量表分区做一个union union完了之后再按照主件去做聚合 然后再写回这个存量表 那这个执行计划一看 就是跟我们前面的bucket的union优化 就是非常契合 所以我们呢就将这个存量表 改成了一张bucket的表 这个bucket的列的话 就是那个主件列 那改完之后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用那个 exchange pushdown的优化规则 将union之后的exchange 给下推到前面来做 那这样就可以节约那个存量表 这份数据的exchange开销 那又因为写到 又因为我们前面提到 写bucket的表 它需要引入一次额外的exchange 但是呢在这里 我们的这个存量表的bucket的key 跟这个聚合的key 它都是primarykey 因此我们在写这个bucket的表的时候 也是完全不需要额外开销的 那为了上限这样一个优化 就上你的表改成bucket表 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就是比方说 你的bucket的number设得过小 你任务的并行度可能偏低了 甚至可能会发生OM 所以我们为了推上限的过程中 尽量避免对下游的影响 我们开发了这样一个规则 叫disable specific bucket 就是我可以指定 关闭这个任务中指定表的 bucket的属性 那比方说我有两张表 T表和R表 它都是bucket的列 它正常做join的时候 是不需要进行一个限制的 那我可以通过参数 将T表的那个bucket的属性关闭掉 那我做join的时候 这个T表就是一张普通的high表了 同样的我也可以将这个T表 跟R表的bucket的属性 都给关闭掉 那因此就不会 下游的任务就不会收到 我们改bucket的 它们的并行度 不会受到我们改bucket的影响 那在这个场景下 我们优化之后 统计一下收益 我们的CPU申请量 平均节约了19% 我们的shuffle数量 减少了98% 我们的端到端时间 也减少了14% 可以看到 shuffle数据量 节约的是非常多的 因为对于全 对于那个bucket的union优化来说 它全量表 分区的数据是非常大的 而增量表 就每天的日增 却非常小 所以我们由之前的 需要一个限界 全量数据 到现在只需要 对增量数据进行一个限界 所以我们节约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那除了利用bucket 去优化shuffle的话 我们还尝试去 将这个压缩算法 替换 由SZ4替换为ZSTD 那它这两种压缩算法的 对比比较明显 一个是压缩率比较高 就ZST压缩率比较高 但是它的吞吐不行 因此我们就测试一下 看ZSTD是否能真的带来一些收益 我们主要在两个数据级上 进行了测试吧 一个是tpcds10t 另外一个是内部测试级 然后我们使用ZSTD压缩 shuffle数据之后 我们发现 这个query的端到端时间 基本是持平的 但是ZST它的压缩 它可以将数据 就是压缩到原来的 就相对于那个LZ4能压缩到 减少百分之四十八 百分之三十二到百分之四十八 那因此我们觉得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使用ZSTD的话 至少你本地盘 本地盘它的利用率会更高 前面提到的 写报磁盘的这个风险就更小了 那任务就更稳定了 那又结合它这个压缩率 有这么大的提高的话 我们需要将那个 adversary partition size 去减半 这个参数的话 其实对于AQE当中的 一个参数 它是限制 当个shuffle partition的大小 那ZSTD压缩上线 实际收益 它能将这个 shuffle数据减少百分之三十九 第二part我来分享一下 小文件合并的优化 小文件的优害 危害比较能详 一个是Io的开销比较大 第二个的话 那个会导致SDFS name node name node的负载变高 因为它的相同数据量 它的block变得更多了 那产生小文件问题的原因呢 通常是因为写的数据量很小 但是任务的并行度又很高 这样一个task 写一个文件的话 那就文件数就非常多了 我们直接调低任务的并行度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任务的整体的 整体会受影响 整体会跑得很慢 那因此我们就实现了 两种合并小文件的方式 第一个是基于shuffle的 第二个是基于HDFS的 我们先看基于shuffle的 基于shuffle的思想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在insert的算子之前 会先插入一次exchange 然后呢 我们自定义了一个AQE规则 它会去检测 这个exchange partition的大小 如果这个partition过大了 我们会将这个partition进行 进一步的切分 如果它的partition过小 我们会对它进行合并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 控制每一个output task 数据量的这么一个目的 作为用户来说 其实它只要关注三个参数 一个是compression ratio 这个讲的是 我相同的数据 在shuffle时候的它的大小 和它在文件中的大小的 比值是多少 我们线上的话默认是三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参数 是expect single file size 这个是用户预期的 单个文件大小是多少 这两个参数相成呢 就得到了前面我们提到的 这个AQE它对shuffle partition 进行切分 或者合并的这么一个预知 那第三个参数是 initial partition number 这个其实就是前面我们引入的 shuffle它的并行度 其实就是shuffle write的并行度 适当调大的话 我们的小文件合并的过程 会更快一些 那其实基于shuffle的小文件合并 需要区分两个场景 一个是写动 一个是写进台分区 另外一种是写动台分区 先看写进台分区 写进台分区它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插入一个 插入的一个线解是 round robin partitioning的 一个线解即可 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 shuffle的并行度 初始并行度给的过于小了 那我们单个shuffle partition 它就偏大了 这个时候我们前面提到的 AQE规则会对shuffle partition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切分 使得它的单个 单个那个shuffle partition 跟我们的预值比较接近 然后在这个下游的reducer端 就将这个 跟用户预期大小的数据 写到文件当中 那如果我们运气比较好 我们的并行度设置的刚刚好 那这个时候只需要进行 简单的shuffle write 和shuffle read就好了 AQE规则完全不需要 做任何事情 那如果我们设置的 并行度偏大 那么在shuffle write的阶段 单个这个shuffle partition 里面的数据量就过小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AQE规则 会对那个shuffle partition 进行一个合并 这个是我们 基于shuffle的合并的 这么一个执行计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执行计划 它只有一个exchange 证明我们的那个 并行度设置的刚刚好 那第二个的话 它除了引入一次 一个限界之外 还有一个AQE shuffle read的这么一个node 它上面标注的是 cooless 这个含义是说 你切分的太细了 我需要对你的 这个shuffle partition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合并 那第二个场景是写动态分区 就写动态分区 如果还用rondrobin positioning的话 它是会存在问题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张表 就一个任务 它同时写了六个分区 有的分区很大 它比方说 它有2.8个T 而有的分区 它很小 只有几百兆 但是最终的话 它们生成的文件数目 还是都是比较接近的 都只有七千多个 很明显 对于这个比较小的分区 它还是有小文件问题 因此我们就想到 我们能不能用 那个range partitioning 来对这个分区 做一个区分呢 我们先看 这个range partitioning 它切分数据的 这么一个核心步骤 就是在range partitioning 一个线解之前的IDD 它会对它进行一个 蓄水池采样 拿到那个分区列的 一个样本 然后将这个样本 进行一个排序 并且做一个histogram 就做histogram的要求是 每一个范围当中 它的数据的条数 要基本接近 那我们最后就得到了 一系列的范围 然后相同范围的数据 会写到一个 sheft partition当中 而由于不同 就是因为它的范围 基本都是大于1的 除非非常巧合的情况下 它们的范围都是等于1 那问题来了 就是如果我们 使用AQE的话 由于不同的分区 仍然会写到 同一个task当中 因为它的范围大于1 所以AQE切分的时候 仍然会存在 小文件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 不用AQE的话 因为前面提到 会有一些分区倾斜的问题 有些分区非常大 数据非常多 所以它就有倾斜 或者长尾的问题 那我们就对这个 Range Pacini 做了一个改造 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个 这个示意图 我们将RDD 不做采样了 我们拿全量的 那个分区列的数据 然后将这个分区列的数据 同样做排序 然后再做一个histogram 但是不同的是 我们要求这个 每个区间的范围长度 它是1 其实换言之 就是我要求在 shelper write阶段 你一个桶里面 只有一个分区内的数据 那在此前提之下 我们做AQE 就不会再产生 小文件的问题了 那这个是我们改造之后 Range Partitioning的 它这么一个示意图 这里我们假设 有三个Task 然后每一种颜色 代表了一个 分区列的值 那比方说 对于第一个Task 它在shelper write阶段 它会写两个 shelper partition 因为它有两个 两个动态分区列的值 那对于第二个 它会写四个 一次类推 然后我们再看 shelper read阶段 在shelper read阶段 在AQE之前 它会将相同分区 里面的数据 都拉到同一个Task当中 比方说像橘色的 它都会拉到 一个小垮基层当中 其他颜色也一样 在引入AQE之后呢 我们会对像这种 非常大的这个分区 会做切分 比方说我们的预值是R 像这个橙色的 就会将它切成两部分 而对于像那种 比较小的绿色和蓝色的 它又会对它进行合并 所以经过我们的AQE规则之后 我们既解决了常委问题 也解决了单个Task 处理数据过少的 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是写动态分区时候的 执行计划 就是我先引入一次 Range partitioning 然后这个Range partitioning Range partitioning的列 是event 列 这个event 其实就是我插入 最后这个算子插入的动态分区列 然后呢 我又引入了 就是AQE规则又插入了一个 shelf read的节点 它是screw的节点 就证明我在写的时候 有一个分区它非常大 需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切分 来避免常委的问题 然后第二种合并小文件的方式呢 是基于htfs的 这个我就快速介绍一下 它就是整个任务就正常执行 然后等到它写完htfs 我们再针对单个partition去检测 如果发现这个partition当中 它存在小文件 那我们就启动一个jub 对这个partition中的数据进行合并 来减少避免小文件 这个合并的过程是主要是在map端进行的 然后主要通过设置两个参数来完成 一个是那个max partition bytes 这个参数说的是我单个task 它限定它读多少的数据量 那因为我们是在map端没有reduce嘛 所以你单个task读多少数据 它最终写也就写多少个数据 那第二个参数是那个open cost bytes 这个其实设为零 就是限定单个task读的数据 一定是等于我们第一个参数的目标大小 那前面两种合并的方式 数优数略呢 我们的基于suffer的 它一定会引入一次suffer的开销 而基于hdfs的合并方式呢 就在有小文件的场景下 它会多一次读写hdfs 而没有小文件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开销了 那我们选择的原则就是 如果你的基群n-pending 就是hdfs的name node pending不严重 或者没有name node pending的话 我们就选基于shuffle的合并方式 那如果它的n-pending比较严重 我们就走基于hdfs的合并方式 那前面这两个feature上线之后 我们统计了一下性能 就发现90%的任务 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合并 合并的这么一个动作 证明我们前面的这个方式 它的还是有一定普适性的 其他号是比较长 我们也进一步分析 有部分是因为资源不够 还有部分是因为参数设置的不够合理 那前面功能上线之后 我们统计一下任务的 写出文件的平均大小 有19兆提升到了490兆 变成原来的25倍 那文件也相应的减少了95% 那同时我们下游任务 读取的速率也有4%的提升 那第三part我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推测执行方面做的优化 推测执行其实可以用 这三个参数来解释 就是我一个stage当中 有一定比例的task完成之后 我的推测执行机制才会启动 这个默认值是75% 第二个就是什么样的task 它会启动推测执行呢 一个它要求 要求它的运行时间要达到预值 第二个是它的运行时间 一定要是以完成task运行时间 中位数的n倍 我们管这个叫做慢因子 这个默认值的话是1.5倍 那为了优化推测执行 我们对推测执行的效率进行了分析 那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概念 叫做无效推测执行 无效推测执行指的是这样的task 它本身是一个推测执行的task 但是呢它最终失败了 而它对应的原来那个task 执行成功了 这样的task我们管它叫无效推测执行 那因为它们对整个任务的 执行的端到端时间没有任何帮助嘛 那这样task在我们线上 我们统计了一下 大约占比有1.4% 那为了减少无效推测执行 我们做了两个优化 一个是引入了叫Efficient Speculation 的这么一个优化 就是我们以数据处理速度的快慢 来决定是否启动推测执行 而不是以task的运行时间 因为对于像那种已经倾斜的task 就是它处理的shower partition 已经很大了 你再启动一个推测执行 去运行的话 也并不能解决它带来的常委问题 我们做的第二个优化 是对推测执行的这个预值 参数预值做了一个调优 我们将这个以完成task的比例 由75%提升到85% 我们还将这个task 最低运行时间的预值 由100毫秒变成500毫秒 那我也看了一下社区的easual 它在4.0当中 它设置的更加激进 它将这个以完成task的比例 由75%提升到90% 另外一个这个慢因子的话 它也由1.5倍改成了3倍 这个committer它给出的理由 也是说现在大家在生产环境中 这些参数都设置得比较激进 同时也没有太多的负向的影响 我们挑完优之后 经过两个优化之后 我们发现线上推测执行task数量 减少了15% 推测执行task的时间 它也减少了16% 相应的计算资源 它解约了9% 那第5part我来快速分享一下 我们在承算价本方面 做的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相关事件 在计算价本方面 我们升级了一下GDK 由8改成了GDK17 同时我们还开发了 native engine并且上线 同时我们还上线了 像blown filter join等等这样一些优化 当然下面还有一些优化 是我们自演的 像这个eliminate exchange等等 然后在存储物件方面呢 我们将这个parquid的压缩算法 由GZ部改成CSTD 然后我们还做了文件格式 透明转换 将这个text或者ORC 转成parquid 那我们还做了局部排序 或者PG size的调优 来进一步提升压缩率 这个是我对前面的内容的一个小节 感谢大家聆听 欢迎大家提问交流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您好 就是关于那个小约合并那边 提到的那个suffer的一个方式 其实就相当于 其实对于我们认为来说 它在最后一个阶段 都会有一个sufferread 和一个sufferread的一个插入 是吧 那对 在这个过程中 就因为我 我感觉我们现在应该也是有 约到这样的一个评级 因为我们其实线上 也是有去用cubi的 那个moral带的 那个扩展的一个suffer的一个 插入的一个规则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就是说 当我们所有的任务 都应用上这个规则之后 其实有的任务 它其实是没必要去加的 但有的 大部分可能是没必要的 但是一部分是需要去加的 但为了保证就是说 所有的任务都能够正常的 就是说避免它写这些小文件 所以我们默认地去加上 但这个过程中就会导致就是说 我们每天 它的增加的一个suffer的一个量 是非常大的 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个节点来说 其实它的一个sufferread的一个访问的一个压力是上涨了很多的 然后可能会导致就是说 我的只是仅仅做一个小文件的合并这个操作 反而它的这个suffer的一个 suffer的一个上涨 影响了我正常任务 它计算过程中的一些suffer的一些计算 那这个东西的话 这边是有碰到 或者有一些什么解决的一些建议吗 这个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两种方式 一种是G-Suffer的 另外一种是G-H-DFS的 而且我们默认情况下 其实是倾向于走H-DFS的 这个G-Suffer它是在特定的场景下 就是我们线上有一些集群 它的那个n-pending比较严重 就是很多任务它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去运行 比方说凌晨零点或者几点 所以对H-DFS的负载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基本就是会看看情况 看你这个集群的瓶颈到底是什么 刚刚你也提到就是可能 你们的瓶颈可能在于Suffle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推荐就是去走G-H-DFS的和平方式 好的好的谢谢 好我们时间关系还有一个问题的机会 那我不妨问一下 你们做的这些贡献目前有没有回馈到这个Spark社区 或者说能够单独开源出来 然后共同其他的比方说公司或者用户能够复现 或者说能够重用 对这个功能也是大概是就近期 大概是去年开发的嘛 我们也在整理代码 因为可能为了上线有一些写的 跟社区的一些规范 Conduct不太符合 对如果后面我们整理完了的话 我们是会希望是能推到社区来看一下 好的好的 那个我觉得就是Apache倡导的这个开源精神 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用户 然后同时每个人又都是贡献者 那么当你做了一个好的东西 那么尽可能的就是要Upstream first 把它回馈到社区 这样的话你在未来的 今天是3.5对吧 未来可能4.0 5.0 那么你也可以继续在新版本上获得 期待红南之后在Spark里面的贡献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少芳老师